记者颜红俊彰化报道,现化现广宁乐善团每年暑假未若是儿童举办我爱宝贝夏令营活动,负责募款的现议员张选如看准现代人王购风行,经常出现冲动购物商品用衣两次就丢掉的现象,他喊出你打枪我回收的口号,本月28、29日在其服务处举办健保活动,所得全数用来办儿童夏令营。 张选如说,他发现网购已成全民运动,许多人经常溜连购物网站或脸书,寻找众议的标的物为很多商品都是拍摄精美,用起来不一定合意,于是买家的家中总是堆满许多被打抢的好货,他临近一动,把好友的精品全数拿来做二手或一卖,每年都创造出亮丽的业绩。 张选如说,去年有一个Ngoki的名牌包,成为鸭香宝,拥有者是名商场贵妇,全新货源价三万五千元,他们标价一万元,一名内行人看到,马上买走。 张选如还说,去年还有一部Holo Kitty的缝纫机网购价两万多元,他们卖五千元,大家抢着买。 他强调,他们希望大家不要抱贴天悟,从现在起到28日以前,把家中的二手商品拿来他的服务处做公益,今年他们希望至少能募得二十万元,再加上热心人士现金赞助,就能为男张画上百味弱势而带一场棚。 配得下令